大家好,我是马之 带你一起穿梭动 诶,不再是话咯 带你一起穿梭动漫的词源 4月12号晚上11点 由四百名原作横枪蒙果作画的当红漫画作品 《我推的孩子》 改篇动画的第一集终于开播了 动画制作由动画工房担当 第一集就长达90分钟 涵盖了漫画第一卷的故事 可见官方是多么有信心 这部《我推的孩子》的人气值得做出这个挑战 至少在我的资料库里 是没有一部改篇动画的第一集 可以长达90分钟像电影一样的长度 而且这部电影在3月17号的时候 已经在日本影院先行上映 这场我们看了《鬼灭之刃》剧场版之后 感觉每一部人际动画都可以先上一上电影院 绕一波啊 好的,那作为2023年春季动画最受欢迎之一的 《我推的孩子》 对某些观众来说会觉得 如果不好看 那我不就浪费了90分钟吗 那到底值不值得看呢 结论是 非常值得看啊 所以今天的影片内容就是快速评测这部作品 整合出5个重点 为什么《我推的孩子》值得我把你们推进坑 在影片开始之前 喜欢我的影片可以给我一个超级感谢 或是加入频道会员 这是支持我走下去的一大动力 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では行きましょう 第一,《我推的孩子》故事架构 一个名叫Vikomachi的当红偶像团体里有一名很亮眼的偶像 他就是C位的新野爱 在当红时期突然传出消息因为身体不适而停止活动 作为爱的超级粉丝的五郎非常失落 五郎是一名在乡村的医生 没想到爱竟然秘密来到他工作的医院来生小孩 16岁的超级偶像竟然怀孕了 而且还是五郎担任他的主诊医生 相处了一段时间后 正当爱的双胞胎要出生的当天 五郎因为某件事而身亡 醒来的时候居然就转身成爱的儿子 OK故事大纲就到这里 说实话一开始看到这里我把重点放在偶像转身 这两个重点上对我来说偶像是不怎么看的题材 而转身也是大家所知道烂大街的动漫题材了 会觉得 没什么感兴趣呢 换什么可爱 当然动画制作方面是精良的 制作公司是动画工坊 也就是制作过月刊少女野奇君 废天使加百列 留汉吧 健身少女的动画公司 可是当你越看到后面的时候就越不得了啊 偶像的行业只是这部作品的舞台 而悬疑才是这部动画的主轴 就像秋叶园《名途战争》 故事背景利用的世界观是女仆餐厅 可是主轴却是黑帮厮杀讲述江湖意气的故事 所以我推的孩子在故事架构上是有深度的 而转身是这部作品很好的点缀 让故事走向更好的方向 转身的定义就是保留前世记忆 然后到另一个人生继续升等级的概念 这样的话转身后的五郎能干的事情就多了 想象一下如果就只是爱的双胞胎儿子长大的 然后去揭穿幕后黑手的故事 嗯...我觉得... 单调 另一方面这部作品的故事内容其实是偏黑暗与现实 赤板民会在适当的时候告诉读者偶像世界是多么的残酷 偶像团体说白了就是把一堆女生绑起来 去对抗单人偶像的工具而已 以为出名了一定月入百万 可是没想到连生活费都有可能负担不起 而且过了三十岁的年轻偶像也不再年轻 被强制毕业后到港区去陪酒 靠着像马兹一样的有钱伯伯的斗内 才能活下来的偶像大有人在 是不是很现实呢? 把光鲜亮丽绽放光芒的偶像世界作为表面 据述说当偶像的背后是多么黑暗的一件事情 再以悬疑这个主轴一直去暴击观众的预期 这就是我推的孩子厉害的地方 2. 黑暗系偶像翻 我们把刚才所说的黑暗放大来看 这部作品其中一大看点就是它的黑暗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把黑暗剖析成两个方面 偶像的黑暗面 在第一集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偶像本来就是为了卖梦想而存在的 死宅喜欢什么样的偶像特质 公司就会出什么样的偶像团体来源 死宅们的梦境而赚钱 而可爱就是本命的特质 造就了西味新野爱的出现 制作组为了让偶像在现场发挥最佳状态 甚至正面说假话 背面才说真话 你以为我们认识这些梅亚吗? 我们只是为了保住饭碗让拍摄正常运作而已啊 粉丝的黑暗面 演唱会的时候说 可是背面却只推西味新野爱 甚至自己说永远支持自己的推 可是当偶像一公开恋爱关系 直接拉黑换推 以上所说的都是这部作品的小部分 越往下挖就越多人性的真实浮上水灭 马兹 那么黑暗的翻我还是不看了 等等 我也不是来劝退粉丝的 那除了黑暗以外 其实这部作品的平衡点也是做得非常的好 例如说现实的剧情让人忧郁的时候 刺板老师就会搞一些笑点让大家恢复欢笑 以外还有温馨 亲情 全部都恰到好处地融入到剧情里 而且整部动画的色调都偏鲜艳 所以不会让人感觉到是一部很depressed的作品 3. 谎言就是爱 我推的孩子主要是以谎言这两个字来支撑每一个角色 动漫的一开始就已经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大多数都是虚幻不实 将对自己不利之处完美隐藏 而粉丝所追求的就是偶像所编制出来 谎言这个字对人们的定义来说就是个贬义词 说谎不好骗人不对 可是当你把故事看下去的时候就会发现 谎言是这个故事重要的香料 在每一个角色上撒一些谎言 就能让这个世界观得以正常运行 而谎言也就成就了心野爱的本性 让他在这个需要一直骗人的偶像世界里充当一位大骗子 为什么爱能爆红 因为他擅长骗 赤板明把谎言这个词加以粉饰 变成像偶像一样闪耀正面的词 偶像靠着谎言变得光彩 而谎言也靠着偶像从贬义词变成褒义词 谎言就是爱 干以后赤板明出什么作品我都买 射到便take my money 人设这方面也是抓得恰到好处 男主五郎是一名医生 李克南头脑清晰 想事情逻辑性较高 转身成婴儿阿克尔后 也是靠着他的逻辑思绪去判断每一件事情的利与弊 让他在婴儿时期就可以上位 甚至得到导演的青睐 而且当时的年龄竟然还不到 两岁 真的是神童啊 可是导演 你真的不觉得奇怪吗 相反的妹妹Ruby就是个踏踏实实的屁孩 非常爱身为偶像的母亲 这也就和阿克尔形成了一个互相对立的性格 可是奇妙的在故事的发展里 一些事情是逻辑解决不到的 必须由头脑简单 的Ruby才可以缓解现况 四版明在这部作品里描述每个角色 都有一定的层次感 一开始 故事让观众看到的爱 是一位充满自信 而且能力十足 懂得说谎 稳战稀微的天才型偶像 可是之后 诉说他内心深处的时候 原来渴望的爱 又是那么的简单啊 每个配角也在 在90分钟里不多的画面 让观众感受到 他们性格上的层次感 表面光鲜的社长老婆 可是却向暴摄打小报告 最后改邪归正 虽然变好人的原因 有点 好 你们自己去看 四版明在人设上的利用 可说是非常到位 在第一集里面 角色们的行动方针 都和他们的性格完全配合得到 会有一种 他会做出这件事情 绝对是合理的 完全没有违和感 至少在第一集里面 我看到的是这样 可是在这点上 我个人觉得有点太安全 漫画的后续故事内容 我是不知道啦 希望之后会有 毁坏人设的桥段 那肯定也是一个大爆点啊 5.动画品质 一直在说赤板明老师 当然也要说 横枪门国老师 所画出来的角色设计 星野爱是仿着 侧边单马尾身形 完美的16岁偶像 以16岁来说 这个身材 应该算是很有进步空间了吧 最突出的就是他的眼睛 因为只有黑白的关系 所以在漫画里 他们一家人的眼睛 有时候不小心会被忽略掉 可是动画里就爆炸性的不一样啦 瞳孔的颜色 就像宝石般的星空 而中间的六角星星 完美地告诉你 星野爱有多么的闪耀 眼中的星星 还会因为情绪的变化而焕色 还有那有如舞台灯光般的头发设计 每一条头发的反射光芒都让星野爱 自带舞台效果 走到哪里都是最闪耀的偶像 而且我却翻了翻漫画 基本上所有剧情几乎是完美重现 不像隔壁棚的炼剧人被人骂爆 可...可是...可是我... 还是比较喜欢动画版的炼剧人 动画里星野一家人的颜值 基本上就是经费最高的地方 而配角和场景的部分也毫不马虎 当然也不能因为它是90分钟 就觉得第一集应该有电影的制作水准 加上是动画工房制作 我也相对的放心 蹦...的这件事情 期待后续制作主门的努力啦 结论 虽然还有很多想说的 可是...再说就剧透啦 总结来说 我推的孩子题材上很独特 让观众不会把他和其他的作品 重叠的既视感 第一集动画的表现非常的平衡 而且故事的剧情会一直抱起你的预期 让你预测不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用开车来形容的话 司机就是主角们 汽车就是谎言 马路就是娱乐圈 而沿路的风景就是圈内的黑暗现实 我推的孩子绝对是今年大作的其中之一 毕竟上个月的新翻没什么大作啊 好的 这种新翻数评的影片我马子也是第一次做 我相信应该不算剧透了吧 这就留给你们来评价咯 大家好 我是马子 我们下部影片见 马达捏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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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